大家好 又是我子师傅 今天我们来说三罗神功的烧符的心法 烧符有不同的烧法 我们只是拿到长身的符为例 在我们的三罗神功里面 烧符是很讲究的 第一要知道你是烧顶还是烧底去烧 还有为什么要烧 有些符不用烧 有些符要烧 为什么要烧呢 很简单 我们之前说过有一个光气环形的一课 你可以查一下 里面就说了 告诉你了 每一样的这些能见能接触的东西 都是属于光的类别 它们就好像一个壳那样 而内在它就保存了气 即是有些东西 有些能量在里面 这些能量就在壳里面保存了 我烧了符就等于我的人没有了驱壳 好像我的波烂了气会浮出来 你烧了它之后里面的能量就会释放出来 变成气的状态 气的状态会怎样呢 气的状态就会浮了 会开始动了 气会散出来 我们所谓就是这个C解 C就是好像驱壳 好像死C的C是驱壳 这个C是没有下面的死字的 这个C解就是将它没了壳 令到它里面的能量浮出来 接着我们会倒水 水就是用来藏住气的一个煤界 这个是取它相应的法度 就不是说那些热力在这里 我要这样沉住它 又不是 不可以用科学解释的 这个是一个相应的理论 那些水就会将气放在水里面 那你喝的时候呢 就会喝到这道符的气 它的气就会令到你去做这件事出来 在内在就会开始做了 或者我用一些符水弄出去 那就会开始有东西发生了 有东西做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烧符了 那我们普通来说 烧符呢 就要分几种烧法的 譬如说一道符要做东西的符 要它产生效果的 我们会先烧底 那如果它不是要产生效果的 它就是要过去留在那样东西 那我们就会烧顶了 那我们就先看烧哪里 还有呢 也有这样的 这里是向外 我可以向外对接 也可以向内第二面对接 那我们就叫内接和外接 就接一半 就剩下一个胆这个位少少 那为什么会这样接呢 就是要将符呢 设定我要发出还是收入 譬如说一道要做事的 譬如驱斜符那样 我是要它发出它的力量 我就会烧底和接外的 那这样就化到碗里 放一壶水喝 那它就会发出那个符力 就会发出出来 就去做事 如果有些符呢 譬如说我用完了 护身符带完了 我不要了 那我要化符呢 我就会内接 即是外面就是后背那里 那内接就是收 那我就会把它化在底 就收 收它的什么呢 就收它的底 即是它的地的力 那就是它的动作力 那就是这道符呢 现在的能量用完了 我就会收起它 令到它不再做事了 然后归它入地 那这道符呢 就叫做完成了它的循环 有些情况我们 譬如说开光法器呢 我们要将一道符的力量 将这道符呢 去设置在法器里面 我想譬如说 我想这个电筒 是用来驱邪的电筒 这样的 我要变它成一个法器 那我现在好像 即是 去放一个程式进去那样 那我不是要它做事 现在我要放进去而已 我会烧顶 我会外接烧顶 那外接烧顶呢 就会令到它呢 外发了它的法令 在它那里 那这样就会收到 噢 明白 是这样的了 它不会做 它明白 那之后就会懂得做这件事了 给了个命给它了 对不对 那这个 如果你说内接烧顶 那会怎样呢 那这件事呢 就会有收光的功能了 收光的功能呢 就好像 招一些东西回来那样 就会有这个情况 比如说要招一些能量回来 要引一些能量回来 那样就会有这个收光的作用 就是这样的了 或者呢 有时对着某些东西呢 比如说要它是 就是要这个东西 它的法力呢 是封禁起来的 不露出来的 那样东西 那我就会用这个方法了 那样东西呢 受了这个扶力呢 它就会好像 熄灯那样的 那样的 这个就是收光 那不如说 有一个 邪的物件 它不断放在这里呢 就会影响到你不舒服了 对不对 受了邪的物件 那你要想一下 邪的物件就好像它呢 不断在这些光出来 好像灯淡那样 那如果我要它 我不是跟它打架 我现在只要逼它 你睡觉 那我就会用这个方法了 那我内接 烧顶 放在它那里 它呢 就会将它的光呢 就跟着附的法令一齐 这样摺起来 那它就不再露出的光芒 那便不会影响到你了 对不对 那基本上呢 这个摺法呢 就是这样的 另外有些方法呢 就是不摺 平烧 平烧呢 不摺的意思呢 就是过 一个向外摺呢 就是发出 内摺就是这样 平烧呢 就是过 过给它 是 譬如说 我们 初一十五呢 烧一些符头 给家宅去 就是我们烧一些 我们自己 好像这样的东西 好像这样的 OK 小小一张 这每一个符号呢 这个我们叫符头 但是我们练功呢 练出来的 OK 是一些精华体的能量 可以说一些 鲜天能量 那我们要化了它 对你的家企 是有帮助 增加家企的龙气 的窄气 那我们会平烧 就是过了这个能量呢 给你的家企 那我们就会平烧了 那会烧顶 因为不用它做事 还有平烧 放在地上那样烧 然后那家企 就会受了一些新的能量 过给它 那基本上呢 这些就是我们不同的 烧法 最基本的 那就是 烧法 烧乎的手法不同呢 就是对道符发出不同的命令 要它做不同的事 那如果你烧乎的手法错了呢 可以 就是好像 有个士兵出去 但是你叫它不要做事 或者有个士兵出去 你叫它做事 那两个都不同的感觉 同一个任务 一个是要动 一个不用动 那你是不是死了 所以你要明白 自己烧乎的时候呢 是你想做什么 应该怎么烧 才可以运用得好的 到灵符有效呢 是好事 但是灵符的力量呢 都要看使用者呢 使用得好不好 法术上面所讲的 一些叫做 施符方法 施和放 施呢就是我们要 将能量 整天放在符里 整它出来 放呢就是将 摆上去的东西放出来 这样才有效的嘛 就是我做炸弹 放很多好的材料下去 炸弹很劲的 我给你的时候你不识用 你炸弹自己啦 是吧 所以呢 放那一下呢 都是很大的关键 放得不好的灵符呢 就好像给了一个 很厉害的手榴弹给你 你拿回家 自己不识用 搞到弄伤自己 这样就更惨了 所以呢 啊 跟我们学法的弟子呢 就要明白 还有要学这些心法 明白怎样去使用灵符 是最适合最正确的 一切里面当然 都是有心法有道理 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的 嗯 嗯 嗯 那今天先说到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 是学法的话呢 可以去我们的网址啦 email我们啦 电邮啦 那我们可以是 呃 远距离呢 是帮你过教啊 那可以立刻开始 学一下修炼啊 这样的 OK 那到这里 就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